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有自己的性格 然后主人跟宠物之间互相有爱 多毛 多肉 还有黏人 就我怎么打扮 他就怎么打扮 我会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给他常常去美容 洗个澡 然后修个毛 不小打扮 我的宠物都很长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把宠物当成自己的朋友 当成自己的亲人 表达自己的理念吧 就是会常常会把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放在身上 不管是一些配件 或者是服饰等等 宠物这种东西越来越被大家给接受所喜欢 把它弄成一个人的形象 然后穿一身黑西装 特别酷 站的是这个项链 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整体的感觉就会给人一种很酷的感觉 就像衣服颜色也是黑色 我觉得把宠物女人化是我特别喜欢的风格 我觉得它会成为今年春夏流行的趋势 第一个它很时尚 然后它有把我刚刚说的把宠物作为一个时尚元素 然后结合在身上 然后放在身上 就既时尚又好看 然后又有意义 就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亲人啊 因为其实你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去打游戏 但是宠物它的世界里面只有你 保留自己宠物的性格 然后互相友爱地陪伴彼此 它就是你的家庭的一份子 就是你的一个家人啊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责任感去对待它 你的一生可能会有很多人 但是宠物的一生只有你 我爱我超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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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一辈子 我爱我超宠物的